利益着想的时候 就有这些 没有亲情 without love 无亲情 就不解怨 就彼此的埋怨 就开始会算 就开始会比较 就会开始 毁谤 彼此的埋怨 我们活在这样的年代 那我 我的家庭 我要看到的 我的家 是不是有神的爱 在我们里面呢 我要看到的 在我的教会 是不是有神的爱 在我里面呢 那这是关键 保罗也说 若没有爱 什么也 虚空 灵 什么都 没有用 突然 枉然 若没有爱 那今天我们真的是要 想一想 我们 有没有 上帝的爱 在里面 那我们的生命 行为 态度 有没有 像这一个 圣经所说的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就是我们活的 这个年代 有没有 失去了 失去了 神 给我们的那 起初的爱心 耶稣也会 责备 祂的教会 以福所教会 你们做了这样多 你们那么的热心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在启示录 第二章 关于 以福所教会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们把起初的爱心 给离取 所以爱 是多么的重要 今天神关心 我们 祂愿意把祂的爱 赐给我们 或者说 祂愿意把祂的独生爱子 赐给我们 叫我们 一切凡信祂的不治 灭亡凡的永生 那这个末后 必有危险的日子 肯定是 引导我们 走向灭亡的 那我们求神 来光照我们今天 让我们抓住 上帝的爱 那怎么 抓住上帝的爱呢 那这里也是说到 这个末后的 世代的情况 物质的丰富 无法掩盖精神的贫穷 光鲜的外表 无法隐藏心灵的虚空 社会的进步 无法修饰爱心的冷漠 那耶稣也说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有位牧师说 当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科技向上的时候 人的道德就越来越堕落 当人的经济 越来越上的时候 人的心情 那种的关系 越来越淡薄 无亲情 因为全部都讲到钱 因为专顾自己 所以没有看到别人 没有看到上帝 只看到自己 那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摆脱这个危险的日子 或者我们求神 怎么叫我们不要 有这样的一个 末后世代人的 这样的一种 心理的一个 一个的 生命的一个表现呢 没有别的 就是爱 那这个爱要怎么样 就是要爱神到极致 我们的一生 就是要爱神 并且爱神到极致 什么是圣经最大的诫命 我开始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在这里 我问过这个问题 什么是圣经中最大的诫命 你要 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 也要爱人如己 那这是 神最关心 我们 祂所爱的人 对祂有的这个回应 第一 祂说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爱主 你的神 从旧月到新月 都是在讲这个 因为爱神就 或者彼此相爱也是 就成全的律法 就是满足了上帝的心意 这个已故的Charles Stanley 他刚刚过世 我非常尊敬的一个牧师 也在Good TV 曾经听过他讲到 这位老牧师 他曾经说过这句话 of all the things Christ wants for us loving him and refocusing our attention on him are the most important 他说 所有基督 愿意 我们 或者看到我们有的是什么 就是爱他 然后专注 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 是我们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爱神 放在我们生命首要的一个目标 可能我们就变成那个眼下的人 我们就是那个逝去起初爱心的人 我们就是耶稣所说了 因不法的事真多了 人的心就渐渐的冷淡了 那今天我们真的要看到 回到跟神的关系里面 因为这个是上帝最在乎的 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再次见到彼得 耶稣第一句问彼得的话是什么 哎呀你这个坏蛋啊 你这个背叛我的门徒啊 不是陪伴一次还要三次啊 有吗 耶稣没有骂他 没有责备他 他问他 你爱我吗 而不是问一次 要问三次哦 因为他要确定 彼得 你要确定这件事情哦 你爱我吗 那弟兄姐妹 你想今天 如果神要问你的 一个问题今天 你想他会问你什么 你认为他会问你什么 啊有没有每个礼拜来崇拜啊 有没有手煮热啊 对不起 我没有看到圣经有这样问 安忧 老服侍这些 那个都重要 不过我想耶稣也会 问我们像他问彼得一样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当我们把爱神 成为我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目的和目标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会错失 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 成就的工作 因为最后还是他 最后是他说了算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爱他 这里他也说过这句话 等下有这个翻译 也是刚才这位牧师 Charles Stanley所说的 他说什么呢 只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与基督耶稣建立真诚 深厚的关系 这将带你度过任何 和所有的动荡 无论周围有什么风暴戏虐 如果你站在他的爱中 你就会站稳脚步 这一步的关系 他说到这一个是人生中最重要 就是与基督耶稣建立真诚 深厚的关系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这一个我们先要搞定 先要摆正 先要搞清楚 这个是我们的top priority 其实top了就没有second了 second third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就是最top 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次序我们摆正了 其他的就是 上帝会按照我们的生命 来引导我们 所以今天若还有一个风暴 我不知道这个2020年的这个疫情 带给你怎么样的风暴 那今天你能够还在这里 还留在教会 或者你跟神的关系 还是很坚固的 那我恭喜你 你知道什么在你生命中是最重要 什么是你最大的依靠 什么是你最大的保障 什么是你的平安 什么是你的最大的安全感 和最稳固的基础 那我们就可以 站立的问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风暴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要有预备 它不会是越来越容易的 因为神一次的一次的考验 如果他借着这些的风暴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 或者我们没有从中学习到的时候 没有快快回转 归向他的时候 恐怕我们来不及了 恐怕我们会失去了 这一次我们学不到 学不乖 那是不是要等到 这一个的毁坏来到的时候 那时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今天我们站在他的爱中 我们就会站稳脚步 在我生命中 Mother Teresa 是我初期我在信主过后 因为认识这个人 他是我生命中 我所崇拜的 因为他的生命见证 是非常震撼的 他有说过几句话 其中这一个 他说 How many good things have you done in your life Rather you will ask How much love did you put into what you did 这里说到 我不确定天堂是什么样子 对Mother Teresa来说 她说 但是我确定 当我们死后 面对神的审判时 他不会问你一生做了多少好事 他倒会问你一生付出了多少爱 在你的工作上 我想上帝会以他的标准 以他的话语 如果第一的诫命是爱的话 他就会以这个爱先来所谓的审判 你爱我吗 你在做的每一样事情 你有尽心 因为爱我的缘故 而得到激励的时候 你去做吗 那这是很重要 没有的话 今天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服饰 或者在教会里面 可以是 一个公式化的 可以是一个routine 可以是 按照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的聪明 来去经营 那这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祂要我们因为 我们领受从神而来 无比的大爱 无比的恩典 而感动我们的生命 而有的自然的流露 那才是 神所喜悦 所以保罗的书信 无论你们做什么 无论大的小的 都要为这荣耀神 而行 因为 这是神 所越纳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 要问 我们今天的生命 有没有被 上帝的话语 被圣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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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 越来越像 耶稣那样 那我们就可以 活出 那真正的 新 生命 而不是那个 救我 那种 专顾自己的生命 而是 舍己的 生命 那我们就可以 欢欢喜喜的 纵然面对 逼迫 那我很喜欢 这个 登山宝训的 唯一受 逼迫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 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 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 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没有停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 那经文说 应当 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有这个 最大的 保障 我们有这个 最大的 上帝 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 无比的 满足 无比的 安全感 兄弟姐妹 我盼望 你能够经历 这样的一个生命 如果你说 我的生命好像 还不是很稳定 我有时有安全感 有时又没有安全感 有时会害怕 有时又好像有平安 有时又会慌 有时又会很 很稳 很平稳 那真的 我们要来到 上帝 面前 来到 祂的爱 里面 在祂的爱里面 我们就得以 完全 这也是 Mother Teresa 说的一句话 她怎么爱呢 我觉得她很疯狂 她可以很舒服的 很舒适的 在她的修道院里面 一生 来服侍 甚至是 转眼圣经 平平安安的度过 在她的家乡 为什么要来到 印度 这个加尔哥达 这个 最落后 最贫穷的 这个 也很多 患病的人 的地方去服侍 我相信在她里面 有这一份的动力 有这份的 热忱 有这份的爱 在她里面 那她服侍 她服侍的 这一个的 价值观是什么 你看一看 她说什么 I see Jesus in every human being 我看到耶稣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I say to myself This is hungry Jesus I must feed him 她遇到这些 饥饿的人 这个应该是饥饿的耶稣 我看到耶稣 我就要喂养他 This is sick Jesus 这一个是有患病的耶稣 我要 关怀他 我要 治疗他 This one has leprosy or gangrene 这个是 长大麻风 是有 这个 坏血病 各样的病症 Oh 我要去 给他 这样的一个 尊容 甚至那些 要垂死的人 他说 我不能够让他 死在这个街边 死在这个龙沟里面 死在这个马路里面 我要好好 安顿他 喂养他 关心他 让他 好好的离去 I must wash him and tend to him I serve because I love Jesus 今天我服侍 因为我爱耶稣 这是他说的 今天你的服侍 是不是因为你爱耶稣呢 还是因为牧师 或者你的领袖叫你做 哎呀 硬硬要做咯 牧师说 要给 哎呀 我就给咯 牧师说 你要花时间 我们要一起去探访 一起做宣教 哎呦 要付上代价了 要花时间 还是你看到 因为你爱耶稣的缘故 你也能够 无条件的付出 也能够 喜乐的 服侍跟随主 如果你第一年 信了耶稣 你觉得好兴奋 因为你经历到上帝的爱 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作为的时候 到你信了耶稣20年 40年 你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热忱呢 你还记得神怎么救你吗 神怎么帮助你吗 神怎么医治你吗 神怎么赐安慰力量给你吗 而有的那一种的爱 神的爱 神实在太爱我了 神实在太太爱我了 而今天 我的生命 我的服事 我的一切 在家庭 在我的工作 我都要彰显 这一位爱 我的上帝 I see Jesus in every human I serve because I love Jesus 今天我们 无论我们所做的一切 记得保罗所说的 若没有爱 一切都是空的 我们的付出 我们的几厉害发语言 几厉害讲道 几厉害施舍 可以讲天使的语言 都没有益处 若没有爱 所以今天 让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爱 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心中 有那真正的满足 只有爱耶稣这件事情 才能够使你的生命 得以完全 才得着那真正的满足 如果今天你说 我信主二十年了 三十年 牧师 我阿们 恭喜你 你还在上帝的这个道路 神还是紧紧地 拖着你 祂以祂那永远的爱 继续来爱你 祂要继续来帮助你 去面对人生各样的风浪 以致你能够得胜 一再得胜 这是最后了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什么是爱神的人呢 就是遵守他 就是遵守他道的人 所以我盼望 那你想一想 今天你可以记到五句吗 耶稣所说过的话 耶稣说过什么 是 姐妹 阿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我就是道路 就是这样来默想 哎呀 我在我的人生中 看不到路的时候 可能圣灵就会提醒你 耶稣对你说 我就是那道路 耶稣谢谢你再提醒我 我要单单仰望你 我要单单 紧紧地跟随你 因为你说你是我的道路 如果今天你信耶稣 是信到底的 你以为他会跟你讲骗话 你以为他会跟你开玩笑吗 如果耶稣跟你说 我就是道路 除非你是那一个 半信半疑 三心两意的人 来教会看看 来教会 走马看花 那你的信仰是不真实的 对不起 我直接说 那今天你要信耶稣 你就信道理 就看他 那我常常会说 神啊 这是你叫我做的 我的 神叫我做这个 home school事工 已经十八年 种种的挑战 父母的挑战 学生的挑战 这个我们的同事之间 我们的服事 也有我们的挑战 有时我找不到答案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处理的时候 神啊 这个是你 你叫我做的 你负责 你叫我怎么样要讲 等一下我要见那个家长 他很生气 我不懂要怎样讲 我常常有这样的祷告 你的事工 你叫我做的 你负责 我只是 那个什么 管家 我只是管家 那我每次这样的祷告 感谢主 神就 每一个的 每一个的问题 每一个的挑战 都帮我解决 所以我可以看到 上帝如此的真实 祂是我的道路 真理 祂给我亮光 怎么去处理 我在我人生中 面对各样的处境 跟挑战 耶稣 说过什么话 让你今天 你的心 可以非常地安定 在世上 你们有 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可以放心 风扇 因为在我里面 你们有 平安 耶稣会骗你吗 耶稣会跟你开玩笑吗 假假的啦 我跟你开玩笑 如果是这样的神 我就不会跟啦 哇 喜欢喜欢 你就跟我认真 喜欢喜欢 你就跟我开玩笑 哇 我哪里知道 几次是真 几次是假的 可是我们知道 上帝的话 是永不改变 神的话 就是真理 再次的鼓励 并且挑战弟兄姐妹 常常想起 耶稣 所说过的话 耶稣说什么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为羊舍命 你慢慢去 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的心里是真的可以 平静 安稳 如果今天 耶稣是我的牧者 我的好牧人 他说 我连命都不要 我都可以给你那一个 你说你的心里没有保障 你的心里 没有平安吗 那我想 如果你的心里 没有保障 没有平安的话 我在想 你心中的王是谁 你心中的主 你心中的主是谁 刚才我们唱那首歌 你坐着为王 直到永永远远 是 神坐着为王 可是这个王是不是你心中的王 刚才 刚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声音 我在敬拜 谢谢 Simon Simon 带领 他坐着为王 忽然间 有一个声音 这个王是你的王吗 还是你就是敬拜 他跟你没有关系的 可以也是好像卡拉OK 我们也是很开开心心 唱歌 敬拜也好 可是他可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今天他是你生命的王 你有把你的生命 全然的献给他吗 你有认定他吗 你有遵守他的道吗 耶稣的话是很practical 很事迹的 人若爱我 怎么爱 耶稣就知道了 谁是那个爱我的 就是遵守我的道的人 那我们就可以 心中有那真正的平安 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能够继续奔跑 神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路程 感谢主 上帝的爱 永远不离不弃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还在怀疑他 好不好 勇敢 神啊 我就塞浪 我就信靠你 就信靠你到底 我要看你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要看你怎么样 在我的生命中 引导我 进入你的安息 进入你的得胜 进入你的应许和蒙福里面 你敢吗 你敢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所以我鼓励 挑战弟兄姐妹 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你 因为他是爱 如果你知道神是爱的时候 你都不想去哪里再找 因为在他里面是最安全 在他里面是最蒙福的 在他里面是能够结果的 那我们感恩 我请事情上来 我们唱刚才这首歌 圣灵请你来 耶稣爱你 他爱你不是因为我们 有多好 他的爱就是这样 完全 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 我不明白这个真理 我一直在问 神啊 这是什么道理 我又不是什么好人 我又不是做很多好的事情 可是你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 你为我死 这是什么道理 没有别的 我只是知道圣经所说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 让这份爱永永远远地放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所做的 所说的 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任何的时刻 都是因为我们爱耶稣的缘故 我们去做 我们去生活 我们去见证 我们去服侍 我们去跟随 这位以他 那无私牺牲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感恩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今天这个晚上 是的 主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灵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主我仰望你的容眠 我敬拜你 在领域争立 我要追求 我要追求你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灵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主我仰望你的容眠 我敬拜你 在领域争立 圣灵 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 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很高充满我灵 圣灵 圣灵啊我好爱你 圣灵啊我好爱你 我的灵让你牵引 圣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同行来歌舞 追求 我调整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前衣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主我仰望你的容眠 我请拜你 在领域城里里 我请拜你 在领域城里里 我请拜你 在领域城里里 我们相声呼求 主啊 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 就是活在你的爱里面 主 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最重要的真理 你就是爱 你爱我们 你的爱能够安抚我的心 你的爱能够激励我的心 你的爱能够医治我的心 主 你的爱能够激励我 能够继续的跟随活住你的生命 就是要爱人如己 主啊 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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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你的教会 没有失去那起初的爱心 而紧紧的守着这一份的爱 那耶稣牺牲无比完全的爱 临到我们的身上 临到我们的家庭 临到主啊 我们的教会 临到我们的社区甚至国家里面 我们要看见主你那施恩的手 主啊 要继续的扶持我们 你的爱不离不弃的继续引导我们 进入你一切的应许 进入你的旨意里面 我们谢谢你主 愿你的爱也带来医治 也带来更新 也带来洁净 主啊 让我们生命完全的 可以献上给你 毫无瑕疵的 谢谢你 愿你的名字被高举 得着一切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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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你 祂以祂那永远的爱 来爱你 陪伴你 扶持你 帮助你 赐给你力量 赐给你得胜 赐给你安息 平安 在祂的里面 阿们 我们 这样的领受 阿们 感谢主 各位姐妹请坐 把时间交给 我牧师 阿们 阿们 祂不会创造我们 弟兄姐妹 你要明白这些 所以我们要用爱 来回应上帝 在一个时刻 如果你什么需要的 要带到的 我们的伴侣 会为我们带到 我们用爱来回应 我们这个创造者 阿们 这是一定是肯定的 上帝是爱我们的 哈利路亚 如果你还是不了解 上帝的爱 还是不明白 今天这个信息 会让你更深的明白 哈利路亚 从今以后 做什么东西 我们都用一份爱 因为上帝是爱 祂为了爱 创造了我们 我们要用爱 来 来把这个世界 翻转 阿们 哈利路亚 来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过后你要自由的 来到天面前 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师母 会为我们带到 哈利路亚 亲爱耶稣基督 我们把弟兄姐妹 你的至爱 交在你手中 上帝 我们要回应来 爱你上帝 哈利路亚 因为 你跟我们是一个关系 上帝我们把 我们要做的一切 这个星期里面 要行的 要讲的 上帝 你用你的爱 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爱 来做这一切的东西 上帝 你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 融化我们的心 使我们活出这一份爱 使世界 会更美丽 会更好 上帝 你不用天使 你用我们 因为我们是你的形象 哈利路亚 我们是多么蒙福上帝 哈利路亚 我们要跟你拍当 把这个世界 把这个盼望 这份爱 带给世界 使世界充满盼望 充满爱 这个世界充满你的荣耀 哈利路亚 谢谢你 祝福大家 使我们过着一个蒙福的周末 蒙福的主了 谢谢你 奉耶稣的生命求 Amen 来我们再给生日一圣 上帝 有什么需要带到 请上前来 我会帮你带到 谢谢大家 Amen 这一 Jahr 谢谢大量 谢面 小 firefighters